Hello大家 我觉得我们家这个角落 加上我的手机前置 就真的很能还原我本身的肤色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 也是跟肤色比较相关的 最近很多黑黄美妞就私信 要看清欧美妆的改装 发了很多照片过来说 就感觉自己怎么画 也画不出来那个味道 然后照片看了蛮多的 我觉得大家的问题 集中在就是这三个 真的是很简单的 很容易优化的三个点 Let's go 首先很多美妞的妆容 整体是不够立体的 我们先说底妆部分 有的妞妞手里面的粉底液 它的遮盖力度是蛮强的那种 甚至整个质地上脸是哑光的 粉底液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确实能帮我们提升遮瑕 然后去还原面部的平整度 像这样看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你看这边我是上了底妆 加了遮瑕 虽然是大家想要的那种 很干净的皮肤 但是没有后面的加持 你看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它就是看着比较平 比较不自然 其实是看得出来 上了一层底妆的 这种情况呢 就需要我们在面周去加一层 跟我们本身肤色的暖度 差不多的修容暖度 跟立体度给它拉回来 这样就更自然了 其实眉毛对面部立体度的 贡献还是蛮大的 但是我看大家图片里面 眉毛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先不详细的讲了 接着我们重点说一下修容 并不是说大家修容的颜色 用的不够重啊 之前有机干货视频 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就是我们深肤色 在修容阴影色的基础上去加强提亮 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明暗对比 一下子就加强了 这个立体度很快就提升上来了 尤其是我们深肤色 这一步真的太关键了 第二个问题是大家觉得 这个氛围感比较难打造 氛围感是一个比较抽象词 如果我们落实到实操的话 非常简单的两个部位 腮红加上嘴巴 尽量不要是提亮色 中性色料跟加深色都是可以的 我用这块面妆这块给它点一个一字型的 如果你不想显脸宽的话 我们大概就打在外眼角到这个位置 这唇部其实真的很简单 就是我们把它纵向给加高 不要就是整体的去往外扩 因为确实是会变成Dark lips 我们不用往待 看了就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画嘴巴之前说一下第三个问题 就是关于配色的 其实这个不只是我们青欧美的妆面 其他的妆面大家也很容易有这种问题 因为它的眼妆是 橙色系的 然后腮红是有点偏紫色 唇妆是 有一点偏粉 单开来都还挺好看的 但是放在一起 它就很难有高级感了 打造高级感 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 要么 我们就集中在眼妆和腮红 要么我们就集中在腮红和唇妆 适合大部分您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刚刚我们用的那个腮红 你喜欢画眼妆想让眼睛有一点点颜色 有一种楚楚可怜的感觉 轻轻微微的 画在眼下 稍微出一点点那种氛围感 眼睛的部分如果你想加深 可以用刚我们用过的这个 修容色来画 眼妆这样子简简单单的 就可以了 我们就在这个季度上 加一下睫毛刷一刷 唇妆可以选择一个裸色系的 或者说饱好度 稍偏低一点点的 在同色系上都可以